书馆开书啊 咱们是继续聊这个清平大小合作之乱 听完这个上文书啊 我想有朋友就得说了 哎 篇幅太短了 昨儿又水了一段 其实啊 要让我说还真不是 您听完今天这段啊 您就明白了 昨儿那个必须得在那儿结 要不然呢 就破坏了咱们今天故事的完整性 得了 那咱们书不要麻烦 这行我一想啊 咱们就得书归正传 那么昨天呢 咱们说了一场的清军打的胜仗 哎 可要是说呀 这清军的这场胜仗啊 它不容易 这场胜仗啊叫什么名字呢 叫霍尔门大劫 说是大劫呀 当然对清军而言指的是它的结果 可要说呀 这大劫呀 它来的不容易 这清军呢 在隔壁滩上和这些合作兵啊 可打了五天四夜 这一仗下来呀 也有一百多具清军的尸体 就扔在了这隔壁滩上 不光是士兵 这将官也有损伤 提督斗宾 泪部中枪 就死在了军中 那么说来救援的傅德 在这个霍尔门呢 打了一场胜仗 这会儿黑水营里的赵慧 干嘛呢呀 要说这赵慧呀 也没闲着 被围着黑水营当中 缺吃短川的 还没有战马 哎 就连这军械呀 也不是很充足 算起来呀 有这个十几二十天和这个缠回的军队 没有什么正面交锋了 当然了 这里边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说这大小合作 不愿意再往黑水营这儿啊 白天献自己的士兵了 他们也曾经多次 往这黑水营发动过进攻 可是每次啊 都会有几十具的这缠回兵将的尸体 扔在阵地上 这清军对这个黑水营啊 防守的非常严密 看样子呀 凭这个缠回兵的战斗力呀 哎 是打不进黑水营了 那干脆呀 咱们就不打 就围 围着你 让你呀 断水断粮 咱们直到我围死你算 据战争结束之后 这清廷对敌军兵力的统计呀 当时围困黑水营的 最高时候啊 有一万八千左右的缠回兵 据这个赵慧呀 给朝廷扣来的奏报当中说呀 在忽尔门大战的前几天 也就是啊 乾隆二十四年的正月初六以前 那我推算呢 也就是除夕左右 这大小合卓指挥缠回军呢 又打了几次冲锋 哎 当然了 前方你打不下来呀 这会儿还是打不下来 那为什么说消停了一个多月 哎 他们又开始供赢债了呢 那是因为这大小合卓 听说呀 有一支清军正在路上 是要来解黑水营之威 这会儿啊 已然就到了巴尔储克了 不过算来大小合卓呀 并不知道这批清军 到底有多少人马 战斗力是如何 他们最为担心呢 是怕这个黑水营里边的赵慧 和这个来源的清军呢 把他们反向包了饺子 所以呢 他们才组织冲锋队 来攻击黑水营 那意思就是说呀 那万一要是这会儿能把这黑水营攻下来呢 那咱们正好啊 反过头来 一不纳心的对付这支援军 哎 这时间呢 随着正月十六的临近呢 这清朝的援军呢 可离这叶尔枪啊 是越来越近了 这会儿的大小合卓呀 可是没时间打黑水营了 他们得抽掉这个精锐之师啊 哎 去阻击这来源的清军 于是啊 就有了正月初六这一天 哎 这复得领了清军和这缠回部队 第一次的开兵建仗 前文书啊 咱们一个劲的锦子交代 这霍尔门战场啊 实际上是挺大的一块地儿 这五天四夜的大战呢 这清军呢 是边行军边打 这个战线呢 拉伸得有大几十公里 这赵会在黑水营当中啊 初六的时候 也就是复得呀 跟这帮陈回刚刚见证 这黑水营里呀 还听不到什么动静 到了正月初八的早晨起来呀 可就能隐喻的听见炮声了 这赵会在营里呀 听见这个炮声从北方传来 这心里这份高兴啊 就别提了 他料定啊 一定是援军到了 并且和这个敌军呢 已然交上伙了 听这个枪炮密集的程度 他估算了一下啊 来救援的清军呢 还不少 别愣着了 赶紧做准备吧 下令啊 让营中士兵赶紧砍伐树木 那个说怎么了 听见援军来了 不过了是吗 哎不是 是赶紧制作云梯 那么说又不是去工程 制作那么多云梯干嘛呀 哎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这大小合卓呢 为了防止黑水营当中的清军突袭出营 于是就在阵地靠自己一方啊 挖了很多横向的壕沟 这壕沟啊 挖的是又深又宽 倘若这清军往外突围的时候 掉进壕沟里啊 虽然摔不死 可是啊 他耽误功夫啊 所以说这赵慧才命人呢 加紧制作云梯 带到突围的时候 把云梯搭在壕沟之上 这士兵啊 好跨沟突围 那么说广是这样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了 这不是赵慧的性格 就在张悦出八的这天夜里 这赵慧呀 早早班班的 就挑选了一千余名精兵 把这营里的粮食啊 又打算了打算 杀了几封骆驼呀 又杀了几匹受伤的战马 算是让这一千多的八旗兵啊 饱餐了战饭 这赵慧传令啊 告诉这些八旗兵 让他们呀 把手里的大刀片子呀 都磨得快快的 这剑囊里插满了剑尸 带到这定庚古响啊 是一同杀出黑水营 那这会儿啊 有副将就问 大帅咱们是要突围吗 这赵慧说也突围个屁 大小合着的陈灰兵啊 实力连营围着咱们 就凭您各位这两条腿 咱们就突围了 一边跑啊 还得一边的击杀阻拦的敌人 就这样还突围 跑不到一半的人就累死了 累不死啊 也成了这陈灰兵的刀下之鬼 咱们往外突击啊 是为了劫营 咱们要再次的测试 这缠灰兵的锐气 再者呀 咱们得观察一下敌营 过两天 这救援部队一到 咱们往外杀的时候 得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不是啊 这大伙一听啊 大帅呀 还是您老谋深算 得嘞 就是您这个主意 众将分头去准备啊 自不用表 这赵慧命人呢 早开战饭 吃饭了战饭之后啊 各个营中严格的灯火管制 士兵都在帐篷里是养精蓄锐 给对面的侦察兵一个错觉 这黑水营里啊 可能是因为粮食短缺 这些士兵啊 早早班班的就都睡了 这一转眼的功夫 可就来到了定兵天 赵慧一声令下 这一千多精壮的八级兵 可就出了黑水大营 结营啊 要说可有结营的规矩 按说是啊 这战马呀 都得勒上嚼子 这马蹄子上啊 都得裹上皮囊 这人嘴里呢 也要疑人呢 咸上一根木棍 那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呀 谁也别出声 无论呢 是人还是马 以免呢 出了声音 暴露了劫营的行动 不过这回啊 这赵慧劫营省了事了 士兵嘴里啊 疑人叼根木棍 也就罢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马呀 这一千多人呢 捋着这个云梯 就爬过了 蝉回挖的猴沟 过了猴沟以后啊 可就接近了 蝉回的大营 几名勇士 摸到营门 几下子就放倒了 巡营的蝉回小萧 拿下营门以后 这领队大臣 也不怠慢 自咯咯一声响箭 这一千八骑兵 就有如猛虎一般 就冲入了 蝉回的大营 那还留什么情分呢 那杀吧 烧吧 无论是牛皮 还是羊皮帐篷啊 是沾着火就着 里边的蝉回士兵啊 还没来得及穿衣服 就被清军瞪出来啊 大刀片子 咔嚓一声 削掉了脑袋 有得为了保命 光这屁虎啊 跑出了帐篷 也被这清军一箭撂倒 哎呀 这清军的杀了一个痛快 这河卓兵啊 算是惨了去了 后来这赵慧 给乾隆皇帝的奏报 哎 讲到这天夜里的 劫营行动啊 是这么形容的 镇斩千余人 生擒五十余人 别看呢 这股子清军呢 他没有战马 可是啊 比第二天 这黑水营一北 霍尔门战场上 这复得骑兵 劫营 斩杀的蝉回 还要多 当然了 这里边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真正有十类的蝉回兼兵啊 也被这大小合着 调到了霍尔门战场 到那儿啊 去阻击复得了 留在黑水营以外 围城的这些蝉回呀 也就只能算个人头数 哎 哥这个日本兵讲话呀 这围营的蝉回部队呀 算是一种师团 那么有人就问了 既然这赵慧呀 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胜仗 为什么不趁势 就杀出黑水营重围呢 这赵慧呀 在后来的奏报当中 也解释了这一点 他说 却与惠同朝贼 乃布贼虽败 而其贼尚于远处 真似 故未敢冲动 他说呀 我们这天晚上 杀的呀 都是步兵 或者说呢 是骑兵也没来得及上马 但是这会儿 外围的这敌军呢 已然有准备了 这骑兵这种虎视眈眈的 往这边窥似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就杀奖过来了 所以说呢 既然打胜了 我们就连夜的 又撤回了黑水营 通过这次突袭 捷营侦查 这赵慧也发现 现在呀 围困黑水营的 缠回大军 已然呢 不是原来的数量了 这赵慧就料定啊 他们应该是去截杀 来救援的友军了 并且 在初九这一整天啊 从这个北边 传来的枪炮之声 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密集 这赵慧也更是坐不住了 于是 他就选了两名 精壮的索伦兵 以及这霍吉斯手下的 两名缠回 这两名缠回呀 都是本地人 那意思很明显 是让他们带路 就在初九这天夜里啊 偷偷的出营 去寻找联络来源的清军 正月初十日 霍尔门大捷 这傅德在军中啊 也正清点战利品 哎 高兴的时候 赵慧这边闯营送信的四个人呢 也到达了营中 见到傅德之后 联邦势里 傅德问呢 现在赵慧军们军营当中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这来人说呀 现在军营人等 聚安好无恙 这傅德听了之后 自然是很安慰 于是赶紧整队 准备出发呀 与赵慧会合 那么说呀 多少也得融出十日来 做好战斗准备 就在正月十三这天 这傅德呀 过了这个叶尔枪河 慢慢的接近了黑水营 于是啊 这傅德下令 二更旗鼓 五更至叶尔枪河畔 侦探赵慧军营 等到十四日的黎明 这些来源的清军 可就摸到了 围困黑水营 缠回大军的营寨附近了 这儿就是围困黑水营 缠回部队 十里连营的边缘 从这儿往前杀个十里地 那可就看见黑水营了 那这还等什么呀 这傅德军们一声令下呀 这清军直接就突袭上来了 打法呀 自然还是老一套 这八旗将官呀 率领着骑兵两翼包抄 这大帅坐镇中军 是正面突击 正面部队 前有火枪营 是后有炮队 这一下子 这缠回兵可就支持不住了 勉强的组织人呢 应付了两阵 放了一阵子牌子枪 等到这两翼的马队 包抄上来之后啊 哎这小合着的部队呀 哎可就撤了 那有人说 这不是大小合着的部队吗 怎么这会儿变成 小合着一个人的部队了 上文书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大合着波罗尼都啊 指挥这个护尔门之战 赖巴插子上啊 让清军的炮子啊 打了一个大窟窿 是呼呼冒邪 虽然呢 没要了这个老小子的命啊 哎也差不多了 扔下了小合着呀 他呀 率领了自己人 跑回了他的老巢 喀什嘎尔 说是啊 养伤去了 那这小合着的部队 打不过清军怎么办呢 那还能怎么办呢 跑吧 这些个缠灰兵啊 稀里呼噜的 跑过了河 就败进了叶尔枪城 那这会儿黑水营里的赵慧呢 这赵慧呀 早就听见了枪炮声了 于是啊 传令三军整队出兵 是全军压上 大营里一根不留 咱们终于是要闯营撤退了 不容易啊 就在中午时分的 这两支清军终于会合了 这傅德呀 他再怎么着 也是副帅 下了马之后啊 赶紧给主帅赵慧行礼 这对啊 在北疆就分别了的老战友 终于啊 在这南疆 叶尔枪 河畔又重逢了 这赵慧呀 感叹一声 这可真是啊 生死难料 这两个人呢 没工夫多聊天 赶紧把大军呢 带到这个安全的地带 再说吧 可别让这个缠回兵啊 趁乱 再把大军围在河边 这赵慧 富德二人呢 分别给乾隆皇帝 写了奏报 这富德在奏报当中称 十四日解黑水营之为 自赵慧将军大臣 以及官兵 具各无恙 为缺少马匹 自乾隆二十三年 十月十三日 赵慧被围黑水营 到这个富德的援军 于乾隆二十四年 正月十四日来救 赵慧带了自己的四千人 巴奇兵 索伦兵 查哈尔兵 还有啊 归降而来的这些缠回兵 在这黑水营当中啊 整整的被围了三个月 前两天啊 有一个好朋友说呀 通过这个卫星地图 看了看呢 这黑水营现在的状况 说呀 也没发现有树木 说实话 这学徒我呀 他也没去过这个夜城 还真没啊 亲自的考证过 这黑水营的古战场 不过 据史书所载 清军撤离以后啊 这营内尚存大数 二百余株 这书说到这儿 这黑水营之围呀 算是解了 不过呀 咱们呀 也得总结一下 咱们得说说呀 这黑水营之围呀 它到底是谁的责任 这乾隆有没有责任呢 要说呀 这乾隆皇上啊 他得占主要责任 那还不是 他作为皇上老爷子 左一道圣旨 又一刀圣旨地催促赵惠进兵 弄得这赵惠呀 军命难为 所以才贸然进军 那么说这赵惠有没有责任呢 有很多人说呀 这赵惠没责任 上之下派嘛 他是皇上 他让进兵能不听他的吗 所以说这锅呀 全得乾隆一个人来背 其实我不这么看 有这么一句话呀 叫降灾外军命有所不受 也就是说呀 你坐在这个北京城 金鸾殿上的皇上 和你旁边这群高餐呢 你并不知道啊 这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别说这天气气象 顺兴万变 就是山川地里呀 和您眼头了 桌子上摆的那张地图啊 那也差了很多 那会皇上看的这个战略图啊 那指不定是哪个老了年的看本 搞不好啊 还是前名的 咱们也知道 这新疆的河呀 都是寄河 这洪水一下来呀 这改道那是常事 所以说呀 您那个地图上的河 和真实河的位置啊 差了十万八千里也说不定 当然了 我这话呀 也是有点夸张 不过呀 差个十里八里的 那是保不齐的 这赵慧作为统兵大将啊 应该是熟知此道 所以说呢 这皇上的作战部署啊 您也不能全听 再者呢 这三千多人 到了叶尔强城下一看呢 连叶尔强城 一面城墙都围不住 您呢 就没头回阿克苏 这事啊 不寒碜 打不过 还不行我撤兵吗 这赵慧这会儿啊 犯了轴禁了 他认为在这叶尔强城下 找个地方安英扎寨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黑水营 边打边等援军 这事啊 我赵慧完全能够支应 谁想啊 听信了俘虏的话 就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叮嘚叮嘚的 跑到英俄棋盘山呢 想截人家的牲畜 谁想着 一下子钻进了大小河桌 给他特意编织好的口袋 显一显呢 就死在叶尔强河滩上 这才有了 黑水营之为 这乾隆皇帝对此事啊 有六成责任 剩下的四成啊 也应该让这赵慧来背 可是呢 我也可以给您吐露一下 这乾隆皇帝啊 在很多这个问题上啊 也不愧被称为是有道明君 这个锅呢 他就还真没让赵慧背一点 哎 他全扛下来了 这君臣二人呢 在这亭计当中啊 还互相总客气 正着往自己身上啊 揽责任 这赵慧说 轻敌忘尽之罪 在臣赵慧一人 实所难患 这乾隆皇帝 看了赵慧的奏报 说别的呀 这错啊 完全在我 跟你没责任 乾隆皇帝说呀 轻是逆回 乃朕之物 又何人以望尽轻提 为赵慧则乎 这里边还要一个意思 这乾隆皇帝说呀 这个罪也挺大的 你背不起 这赵慧我呀 都懒到我一个人身上啊 那最后无非 就是大伙儿哈哈一笑 你要是非往你自个儿身上懒呢 弄不好啊 就是咔嚓 稀释一刀 这赵慧能不明白吗 也就是客气客气完了 于是也没再强调这一点 在这个后世的这个 文学作品当中 或者干脆呀 就是清代本朝的 严实笔记 把这个黑水营解围呀 无限拔钩 有一种论调啊 说这赵慧 如果真的困死在了黑水营 那么这大清朝廷啊 将很难控制全江 还有一种 更悲观的论调说呀 很可能因此一战之失败 这乾隆皇帝就放弃了 征服南江 我跟你说呀 这事不可能 关于呀 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一定要 力排众议 先征准再征回 一鼓作气 拿下北江之后啊 就紧接着打南江 这个重大的意义 咱们今儿暂且不说 咱们什么时候说呢 咱们得总结全篇的时候说 得把这大小合作这事啊 全都解决了 这七成之地呀 正式的划进大清版图以后 我不能在这儿 不当不正的 是不是 就做最终陈述 那咱们呀 就从军事上分析分析 这乾隆皇帝 为了解黑水营之围 实际上也不仅仅 是为了解黑水营之围 就在乾隆二十三年的年底 以及乾隆二十四年的年初 调动了 大概有两万多军队 很明显的看出了 乾隆皇帝的心思 即便是黑水营当中 这大帅赵慧的三千多人 被小合作包了饺子 全部吃掉 也不耽误这乾隆皇帝 拿下整个南疆 从这形式上看呢 这皇上老爷子 是做好了准备 往这儿持续派兵的 不管怎么说吧 今天这段书啊 也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赵慧将军被困 黑水营已然三月有余 最为遗憾的 可能您就没听到啊 这赵慧 吃人